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龟哥 最近在網路上呢 有一則非常嚴重的消息 不斷地在網路上蔓延 那也就是去年 所曾經盛行過一段時間的一個都市傳說 叫做MOMO 那這個MOMO的來源呢 原本是來自於一個叫 MOMO Challenger的一遊戲 這個遊戲的內容就是 他會透過這個MOMO 然後讓你打電話過去找他 打電話過去找他以後呢 他就會開始教你玩遊戲 包括一些 教導你如何去 自殘 甚至是開啟家裡的瓦斯 有點類似 像曾經還有風靡一時的那個 藍金遊戲 那直到今年呢 到今年以後呢 開始有很多的影片 包括一些兒童節目 像是配配豬啊 還有一些巧虎的影片啊 就是製作給兒童觀看的這些影片 那被置入了這個 所謂的MOMO的影片段 被置入在這些卡通裡面 還有這些兒童節目裡面以後 被這些 所謂的 認知能力還會齊全的小孩 看了以後呢 他們就會 下意識的想要跟著去做 因為他們還沒有判斷能力說 判斷這些事情是否是對的跟錯的 所以這個影片的內容大概就是 他會教導小孩子去 包括開家裡的瓦斯 或者是吃家裡的藥品 然後在MOMO的影片裡面 他也會告訴小孩子說 你千萬不可以跟別人講 或者是 你不可以跟你的家長講 那 小孩子因為心生恐懼的關係呢 甚至會變得神神秘秘 然後做一些橘子怪異的行動 這不僅僅是 危害到小孩子的身心靈 也會在家裡變成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包括 危害到家人的安全 危害到小孩子的心靈 這個影片非常的要不得 而且我也在網路上 截取到一些 他們國外的這種 類似的影片 也就是被置入的片段 那讓我們看一下這些片段 那不管無論如何呢 希望在最近這個事件 還沒有被處理的時間點裡面 各位家長能夠注意一下 身邊的小孩子 身邊的幼童 所觀看的影片 科技進步的現代 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長都喜歡 拿你們的手機 去陪伴你們的小孩子 因為大家都忙 我可以了解 你們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 去陪陪你們的小孩子 而不是讓手機去陪伴你們的小孩子的童年 那有鑑於現在產生的這個恐怖視頻呢 你們更加要注意小孩子收看的內容 因為這對小孩子的成長攸關重大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切記 千萬要小心 小孩子的收看內容 那由於 YouTube呢 它本身也有分級制度的關係 所以呢 這種 大量的MOMO Challenger的影片已經被刪除了 但是 現在出現一個防不勝防的狀況就是 他們把這些MOMO Challenger的影片 置入在這些 兒童節目裡面 導致 成人 防不勝防 等於他們現在沒有辦法確定說 他們小孩子會在什麼時候 會在什麼時候呢 去收看到 這個MOMO Challenger的影片 所以在全球都會掀起一股恐慌 包括在 亞洲區跟 西方國家歐洲區都有發現 小孩子看了影片以後 產生異常 並且有出現自查傾向的情況 這個 產生的案件已經非常的多 我去查證了以後 現在發生的案件 少說大概有二三十起 都是看完影片以後 小孩子出現怪異的舉動 然後自殺 自殺的大概有六七起 那小孩子產生異常的呢 就非常的多起 那究竟這個 MOMO Challenger裡面 這個MOMO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它是源自於 日本的一個 跟靈異有關的展覽的 一個藝術作品 它是由一個公司製造出來的模型 這個模型的原型 是一種叫做 孤禍鳥的 日本傳統妖怪傳說 大家都有聽過日本的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妖怪註記 叫做白鬼夜行 它就相當於中國的山海經 就是負責記載一些 日本的一些妖魔鬼怪跟古代的都市傳說 這個孤禍鳥的故事呢 它源自於日本的一個古代傳說 其實它在山海經裡面也有記載 那在日本的白鬼夜行書記裡面也有記載 它的原始名稱叫做 殘女 殘女是因為男產而死的婦女所畫 常被描繪成 抱著胎兒 披著散髮 滿身血污的狀態 由於夜晚裡 出現在道路上 行走哭泣 古代的日本有 把男產而死的孕婦肚子剖開 取出小孩以後 讓婦女抱著小孩下章的習俗 那妖怪殘女抱著嬰兒的形象呢 就是由此而來 那還有一說呢就是 孤禍鳥是中國妖怪傳說裡面的妖鳥 最早陷於近代郭福的玄宗記 孤禍鳥夜飛驟場 它算是鬼神類的 也就是妖鳥 它也是全身羽毛 通常都在夜晚裡飛行 那等到它脫毛以後呢 就會變成一名女人 所以又有名叫天地少女 又有一個名字叫做 夜行遊女 喜歡抓別人的小孩來養 並且呢 這個孤禍鳥又被記載在 本草綱目 孝林廣記等等的書籍裡面 那但是不管它的由來為何 目前它在我們的影視界呢 造成了一陣恐慌 所以呢 這個視頻最重要的重點呢 是希望各位家長在 給小孩子看影片的同時呢 千萬要注意他們的收看內容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個影片見 我們下個影片 一張三下個影片 我們下 Abend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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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通变闲心 家长和小孩措手不及 受网路上的默默鸟蛊惑 英国和阿根廷都已经传出 儿童伤害自己的例子 最好是要 孩子的手机 设下陷阱伤害使用者 如果按照步骤完成指令 很有可能会让自己的性命 受到威胁 菲律宾一名11岁男童 为了要完成默默挑战 结束自己生命 让其他家长人人自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